台北市政府地下一楼的府宴员工餐厅被卫生局击查发现一次是使用过期的调味料 台北市长讲万安要终止合约 但是餐厅却发出了新闻稿了 他指控说呢是离职员工刻意辖院报复 卫生局的突袭检查是有配合特定人士的嫌疑 这也让卫生局急忙否认 美味的菜肴让人看着食指大动 台北市政府地下室一楼的府宴员工餐厅 是许多市府员工解决午餐的好选择 甚至附近的上班族也看准评价优惠都会到这里吃午餐 但卫生局机场后发现这间餐厅有多达20瓶的调味料已经过期 还有人吃到棉线 府宴餐厅有预期的食材 所以我们即刻先期改善开阀 然后现在决定要终止合约 3月11号的时候在吃府宴的自助餐的时候 有在菜里面发现一条就是十几公分的 类似黑白交错的棉线 整个下午都是很恶心想吐 卫生局机场过后依法开罚108万之外 公管中心也处理惩罚性违约金100万元 并终止契约要求返还场地 但府宴餐厅大声喊冤 府宴餐厅在脸书发出新闻高指控 食材的管理是由遭之前的前流性主厨负责 因为离职当下双方闹得不愉快 餐厅怀疑是流性前主厨 联手前汤性总经理以及前理性主厨 在离职前放置过期调味料侠缘暴覆 而卫生局在流性前主厨离职后才突袭检查 恐怕有配合特定人士行政不中立的嫌疑 我何德何能我又有什么本事 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府宴餐厅现在完全它的负责人 它的营业主事人员完全就是一个说谎的团队 执法就是不会通知啊 把规状怎么规定 那我们说的计查就是不定期计查 我们应该不会跟谁联手 员工餐厅的食安问题衍生 北市府行政不中立的案外案 在查明真相之前 就怕市府员工没有员工餐厅可以用餐 借什么话赵东萱 SNQ小组 台北桑大董